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2018世界华卉博览会在枫园,后里及外浦三区展览,而沿线将有9个火车站加上高铁台中站串联起来10个车站,刚好形成一个微笑曲线。 教育局今天安排学生在高铁台中站及其他9站火车站举办快闪表演活动,让游客眼睛位置一亮。 台中花博将于11月在枫园、后里及外浦三个地区展览,而沿线沿线火车站从后里、枫园、弹字、台中、新乌日、高铁台中站、大渡、龙井、沙鹿、清水及大架共识站串联起来,刚好形成一个微笑曲线。 教育局为配合花博,同时展现中式推动美感教育的成果。 今天安排2、300位学生在10个车站同步举办动人的一台班成果快闪表演活动。 教育部推动美感从右起,美丽中心学。 中式教育局透过点、线、面滴全面配合。 由于台中市即将举变的花博,教育局今天特别安排中港高中、龙金高中、封阳国中、赌行国小、大渡国小、光复国小、月眉国小、檀阳国小、清水国小及顺天国小等时效,将音乐、舞蹈、绘画及啦啦队表演等艺术成果, 透过铁道花样微笑线的活动与市民及各地的旅人分享。 赌行国小舞蹈班学生今天则是在高铁台中站表演。 学生们都表示,在旅客西洋的大厅距离的互动,感觉很新鲜,更有表演的动力,希望能表现得更好以吸引女人驻足欣赏。 教育局表示,除了赌行国小在高铁台中站表演外,也安排顺天国小在于台铁大驾站不知美术班作品,同时有舞蹈演出,为往来的游客及在地居民带来有别于传统庙语艺术的美感新体验。